精英的份子一定是從那邊出來 那所以那些很多都是銀眼糧的學生 那這一個人脈其實大部分的企業家是不會有的啦 所以銀眼糧贈得住 那他在中國贈得住在台灣呢 他在台灣最差就贈不住就是這個位置 他贈得住嗎 我剛剛講好了 你要看 銀眼糧之所以在大陸有什麼 贈得住是他的份量還是他的比重 你想想看在李登輝時代 他現在當然這幾年越來越寬廣了 但是你要知道 李登輝時代 派密使 很多密使落益於途到北京去 跟江澤民系統建立的關係 其實銀眼糧以及那個時候的這個南淮警 其實他們這個關係是相對低調 而且比較有效的 那你想想看 因為這個密使的關係 所以銀眼糧也建立了跟中國高層的 這種所謂的聯繫 那這樣的聯繫 這些年其實銀眼糧都在中國 他的重心是在中國 那你想想看 在台灣 他都可以透過他的這種 所謂的手腕 政治手腕 可以讓國民黨 當時你想想看 李登輝時代 別忘了 李登輝 劉太英都準備要去住到 銀眼糧蓋的潤太一瓶 是喔 對啊 那李登輝還準備 潤太一瓶在哪裡 敦化北路 長根月後面 長根月後面 就是本來的台北第一豪宅 在地堡沒蓋之前 潤太一瓶是 一長一的啦 這是台北的第一豪宅 現在也是中古屋 一定上百啦 因為現在中古屋也是喊到快兩百啦 中古屋就兩百了 因為我有朋友住那裡 現在中古屋還是喊到快兩百 因為他畢竟是 真的假的 對啊 因為那個你要知道 他斜對面是松山新城耶 所以後來李登輝沒有去住嘛 因為他就在眷村旁邊嘛 所以等會平時去住嘛 那一棟給蘇智成 這樣講好了 那邊有兩棟透天的 一棟是劉太英 一棟是李登輝 後來李登輝沒有住那一棟賣出去 劉太英現在還住在那裡 蘇智成是裡面高樓的 上面定樓的 對 高樓的 那你想想看 那銀燕糧他其實 說實在的啦 李登輝時代也曾經 國民黨準備投資 銀燕糧十億 要蓋什麼 尹淑田紀念醫院 你想想看 潤泰集團還缺錢嗎 為什麼國民黨要捐十億 你基本上他背後都 都可以驗證 其實銀燕糧的潤泰集團 跟國民黨的黨營事業 跟投資事業之間 其實有很多這種緊密關係 這樣子的一個經營手法 其實這些年中國大陸 還不是玩同樣的類似的東西 中國大陸共產黨你想 完了 國民黨以前三十年前 玩的都差不多啦 那銀燕糧可以在台灣 可以建立這麼龐大的 跟政治高層 有這樣直接的這種聯繫管道 甚至還成為李登輝 跟江澤民之間的密使 那你覺得在北京那邊 一樣受用啊 這種手腕是一樣受用的 所以確實他這個頂心位家 會去找到銀燕糧 是因為看重銀燕糧 在兩岸的這種所謂的政治高層之間 都有非常深厚的關係 都分享非常多的秘密 那銀燕糧跟馬英九好不好 好啊 怎麼會不好 銀燕糧還登廣告 幫馬英九助選耶 對不對 今天不是有很多人找出 銀燕糧以前登廣告 偷給馬英九的五大理由啊 所以基本上我是覺得 頂心看還會這樣 那問題是 問題是這一次銀燕糧先生 這樣子 這樣子這麼重情義的 幫他的朋友這樣站出來 其實也不是幾個人做得到啦 沒有幾個人做得到 那為什麼 那問題是有 銀燕糧出手以後 衛拳掌停板啊 就本來這無量下跌的 突然在銀燕糧出手之後 禮拜五就掌停板了 那衛家是怎麼去求銀燕糧的啊 不有一部分現在 等一下再透露 好不好來 先休息一下 而且那天台灣股市還滿盤皆率 就衛拳 好 鷹眼娘出面他有說他是 也幫衛家的嘛 也幫台灣人的嘛 那他有沒有幫自己的嘛 這個問題可能要過一段時間 才會相對比較清楚 因為鷹眼娘是非常聰明的生意人 他有幾個不同的面向喔 第一個當然是慈善家 比如說他過去在跟北京大學合作 設光化獎學金 設立光化管理學院 那當然那個是人脈 然後他也是非常精明的生意人 因為我舉一個例子喔 就是說他不是大輪發開很多 大輪發在中國大陸的發展 有一段時間資金不夠 那那個靠什麼呢 靠賣台灣的東西 他賣什麼 賣跟國民黨合作的一些金融事業 比如說過去有一個很有名的老頭姓 叫光華頭姓 光華頭姓其實是太公 那他跟鷹眼娘合作的 外來把他賣掉 這個不是只有一張喔 還包括現在永豐金控的前身 建華銀行 建華銀行沒有賣 但是其他的他都有賣掉喔 那那時候還包括賣掉 現在是在富榜手上 以前的IMG燃壽 這些都是特許 那他拿著資金到中國大陸發展 那鷹眼娘最需要的是什麼 到目前為止今天的鷹眼 你看他好像很有錢對不對 他其實缺錢 我不是說魏英聰魏家 現在拿錢給鷹眼娘 我是說現在的鷹眼娘其實是有缺錢的 因為南山人壽 因為南山人壽 因為南山人壽那個合約幾百億嘛 可是他不是一次付款 他是陸陸續續的 那當時說拿南山人壽的時候呢 他的股票是不能質押的 所以你注意看喔 鷹眼娘他們拿下南山人壽的時候 他很希望促成一件事情 他希望把南山人壽的股票上市 那股票一上市 他那個整個資金 財務調度會非常靈活 所以鷹眼娘非常有趣 就是說他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他是金銘的商人 他是紅頂商人 他是慈善家 教育他都可以扯得上 那你說他真的要跳出來幹嘛 你想想看以魏家目前的 魏家其實講的 記者會講一句話是實話 就說現在魏家做任何事情 沒有人會相信 鷹眼娘跳出來 有一個人願意帶頭 下面有很多事情就很好處理 比如說 當然王金平和王院長可能否認 我看到鷹眼娘的第一件事情 我就想到王院長 因為鷹眼娘跟王金平很好啊 是 還有一件事情 王院長可能也不願意承認 男生能受拿得的過程 那個時候我們一些 一些跑立法院的記者 其實我記得當時常常看到鷹眼娘 跑立法院 那王金平院長當然是他的老師 那個時候他被管 這個感化 這不算感化教育 就是這個不良少年那個學校 那他們前幾天他一起主持 那個學校的幾十週年的那個校慶 去切蛋糕 我看到鷹眼娘第一個就想到 是王金平和王院長 還不一定是馬英九總統 那鷹眼娘類似的關係多不多 他橫跨藍綠 眼前他雖然不能幫魏嘉 馬上質詢 可是如果就像那個記者會講的話 給我一點時間 只要這個時間夠長 他新聞 配合新聞上慢慢冷卻 他就有時間幫他們處理很多事情 政府的溝通啦 媒體的溝通啦 很多不同的溝通方式 甚至有必要的時候 是不是王院長也可以幫忙講兩句話 那我們很想問尹先生 因為尹先生他其實在 光華的什麼什麼講座 光華頭信這些 而且他也創辦堂獎 我覺得他是對整個的學術 或者是華人世界 他其實是有企圖心的 希望能夠做一些事情 那我也知道他參與很多的公益活動 而且真的是出錢出力 這個也沒有辦法抹殺 所以你剛剛講他也是慈善家 對 可是這樣身份的人 他是如何告訴我們說 他相信鼎心是冤枉的呢 他一定要這樣講 否則他怎麼辦 他怎麼出得來 那 這是哪裡有冤枉他們呢 我們節目從第一集就講說 我們有沒有冤枉到人家 沒有 絕對沒有 所以他講的話 他就說我也覺得他們很壞 可是 他就講啊 我也覺得他們很糟糕很壞啊 可是 16萬員工 16萬員工 不能讓台灣的食品業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這本來就是一個 第一個就沒有16萬員工啊 是 第二個事情是 連員工就騙一眼糧 你是毒害台灣啊 你要照顧兩岸好不好 他是放言兩岸 所以是兩岸一起照顧 兩岸沒有受到 中國沒有受到牽涉啊 不過他是 因為鼎心在中國大陸 有他的精神對手啊 那不管 但是 鷹眼糧這樣做 至少我那麼講 我那麼講就是說 天底下沒有白癡的午餐 不管 這個人情 衛家要怎麼懷疑先生 衛家 我那麼講喔 衛家除了錢以外有什麼 衛家的泡麵 康師傅 在中國大陸 是要拜託鷹眼糧 因為鷹眼糧控制的大陸發是通路 他可以用康師傅 也可以用統一的老台 酸菜 就是說 通路絕對是比生產泡麵的人來得大 所以在商言商這塊 是衛家 要拜託鷹眼糧 可是這鷹眼糧 運喻出來的時候 我就看未來 我們可以看未來的發展 就是當鷹眼糧 需要投資的時候 看看衛家 要不要回 還這個人情 但是眼前 你看到他們有什麼交易嗎 不會有 它有兩個 兩個是比較有可能的 一個是全球移動 它投資了全球移動 可是它全球移動那塊 在4G出來之後 如果它沒有換牌 它沒有再新的牌 它可能整個就死掉 就掛掉了 你說誰 我說營眼糧 它投資一個全球移動 然後所以那個東西其實是很需要 它很需要 在台灣嗎 對 在台灣啊 我自己就有用啊 但只是說因為用的人很少 所以知道的人很少 它原來是WIMAX 對 它原來是WIMAX 那個是一個比較有可能讓全球移動活過來的方式 這是其中一個 那第二個我們合理比較想得到的是 因為營養糧 我們都知道它反正就是房地產 本來就是它的很重要的資產 它營建出生的 對啊 那我們也知道衛權手上土地很多啊 你想想看它手上有多少土地 所以這兩個部分都是我覺得 未來營養糧 我們可以觀察它們 是不是在那個部分 可以給它回饋的地方 那我覺得像大陸的網友 我那天還收到一個微博 他們還覺得 網友們還覺得說 哇 台灣如何滅頂 看看台灣人是怎麼滅頂的 消費者的團結 講的那樣子 我真怕大陸同胞對我們失望 因為眼看著 我們對衛權是無可奈何的呀 所以我們現在很努力啊 我們在網路上還在串聯啊 其實還不錯耶 我們現在 因為衛家沒有退出衛權啊 沒有 但是它的銷量已經剩下一兩成 整個衛權企業 包括維持多久 對 維持多久呢 對不對 因為很多人怕大家都很健忘 是啊 那大陸的網友有開始 對大陸的頂心有一些想法嗎 有啊 你現在只要去大陸去看 就像我說在台灣有沒有 我們其實沒有 是中國 我看見 那你一些天啊